不好了不好了,木乃伊要入京学校了 银鱼,你在说什么呢? 天呐,你们怎么都是这个样子? 僵尸,僵尸里居然还有僵尸? 嘿嘿,吓到你了吧,我是白雪 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学校的变装比赛吧 可是,操场上的那个木乃伊真的好像啊 在哪儿在哪儿,我要去看看 谁还能比我的僵尸更像 孩子们,都装扮好了吗? 今天谁的变装最成功,将会获得学校的超级奖励 老师,你怎么变成一条鱼了? 哈哈,真是太好笑了 白雪,你想叫扎掌吗?居然敢嘲笑老师 对不起,我错了 美颜鱼,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马上就要比赛了 我,我给忘了 嗷嗷嗷,天呐,木乃伊好可怕 嘿嘿,今天的第一名一定是我 看我把美颜鱼给吓到了 好啊你安娜,原来是你 美颜鱼,你快跟我来 我这儿还有一套变装的衣服 现在,准备好的同学,跟我去舞台 第一个上场的是装扮僵尸的选手 请展示 嗷嗷嗷 展示完毕,请打分 僵尸的皮肤是绿色的 衣服破破烂烂 我觉得还原的很像 走路的样子歪歪扭扭 就是速度有点快 我打8分吧 那我打9分 僵尸扮演者,获得17分 下一位选手 巫女之力 天呐,居然飞起来了 实在是太棒了 可是,巫女不光会飞 应该还有其他魔法的 咕哩咕哩 变 太棒了,我要打10分 我打7分 我一点都不喜欢小巫女 小巫女扮演者,获得17分 下一位选手登场 嗷嗷嗷 哇哦,是木乃伊 第一次有人 在变装比赛中 挑战这么难的角色 我要打20分 安娜的木乃伊 确实看不出来任何漏洞 我也打20分吧 不可以哦 我们是10分制 那我使用老师特权 我给她再加10分 我也使用老师特权 安娜获得40分 最后一位选手上场 哎,你是谁 我是小江梁 你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个一模一样的小精灵 自然之力 显出原形 我原形就是小精灵 我懂了 后面上来的小精灵 是变装选手 老师 你说对了 我其实是美人鱼 你们两个站在一起 竟然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要给你们打100分 我也要打100分 不行 这不公平 说好最多只能10分 而且 刚才人鱼王后 和老师的特权 已经给过我了 难道 这么优秀的选手 不能做第一名吗 真是太可惜了 那就让小朋友们来决定 谁是第一名吧 选我就在评论区 发送第一 小安娜就发送22 小朋友们 我听你们的 我听说 根本就有点 是